据台湾媒体报道,陈冠希2008年的燕兆门事件震惊华人娱乐圈 她为此离开亚洲一年,后在美国接演了华裔女导演潘贝斯的爱情浪漫清喜剧《三十拉魂抱》 据悉当时潘贝拉属意让她演男主角,却被本人委婉拒绝 4日陈冠希为电影宣传时谈言 在那个事件之后,我的心情有点乱,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谈恋爱 怕演不出谈情说爱的感觉 陈冠希那时赞离演艺圈,此片为她的付出作品 她回想当时心情说道,我不想浪费时间 觉得要很认真的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,不管什么都好 她也谈言当时心情很乱,无法做出谈情说爱的演出,也不敢演反派 至于现在和女友洪文安感情甜蜜的陈冠希 说道,可以,我现在很稳定,很满意 她还透露,也许未来婚后会考虑在身上赐下老婆的名字 却被胡凯利亏说,你太浪漫了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 上网站好,我们一直在搜狐视频 大家好,我是搜狐头雨琪